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这段影片也是Wall Street Journal 出来讲香港的东西 说香港已经完全脱离了国际金融中心 慢慢变成了中国的集资中心 他这样讲有没有根据呢? 我们看看这段影片 未讲之前提醒大家 榴莲已经到了 有猫山王、黑刺、D24、八折 全面八折 这些是134的4 香港金融中心 如何入益内地化 并且逐渐脱离西方呢? 无论从大的方面 或者小的方面来说 北京政府和香港金融业的接管 对香港金融业无可避免 就是慢慢的 是越来越内向 越来越内向 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企业和外籍人士都走了 未来会走得更厉害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Donald Trump上了之后 地缘冲突更加严重 于是留在这里的 无论是钱或者人所冒的风险 都是更加重的 这个世界首屈一指 曾经是 东西交汇的投资中心 变得越来越内地化 这个是 早前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Venture Capital 他们已经由打德州迫克 变成了 玩斗地主 他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陈奕霆 这个女人 55岁 他是集团行政总裁 香港大学法学学士 哈佛大学法学碩士 香港律师 美国纽约州律师 这些位置 就是做跨国的IPO多 以前就是 否则不会有这样的资格 这个就是 毕业于哈佛大学 有三间中国资产管理公司 推出新加密货币基金 在香港推出新加密货币基金 在大陆不准做的 在香港推出 有三间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支持他 用普通话说话 很有趣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在哈佛 香港大学哈佛读书 那些普通话很好 这三间公司 是用二比一投票结果 选择 说普通话 而不是英语 也没有英语 或者是广东话的翻译 可以这么不友善的 我也不明白 在场的几个西方人静静在看 有个记者问 你听不听得明白他说什么 他摇摇头 表示没有听到 在今年的香港IPO 大家看看外资的参与是如何 外资不但在中国的IPO没有参与 连在香港也没有参与 外资银行 今年的IPO 只有五分一有外资银行参加 两年前是一半的 我可以告诉你 五年前 几乎是100%有外资银行参加 债务资本银行 这些债券 中资银行取代西方银行 成为收入最高的银行 债最赚钱的银行 那些外国投行 曾经在香港赚很多钱 现在收入大幅度下跌 尤其是美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很现实 哪一旦没有钱赚就裁缘 于是他们的业务 就不再做投行 投行是做什么 投行跟别人贊助上市 包销 债券等等 就转了做asset management asset management asset management 始终因爲 中国和香港的有钱人多 另外一些 就将工作崗位 移到印度和中东 根据deallogic 这家是专门研究 去年 这些公司 高盛 大小摩 在亚洲投行收入 降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倒退了14年 自从22年前后 包括中信证券 中金 已经成为收入最高的银行 不是你听见那些鼎鼎大名的大摩 高盛 这些 这是中信中金 一个来自西方的某华尔街银行投行的业务主管 他感觉在香港是被孤立的 那些人全部讲普通话 而且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很激烈 这个依然是世界一流的城市 但是你不可以叫他做国际城市 最重要的是你去蓝桂坊看看 以前到处外外在喝酒 现在不敢留在这里 不敢留在这里 因为你经常抓间谍 而且香港的成本很贵 如果没有生意做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 中企的高管认为这样 说法 荒谬 那些中企说 我们喜欢中资银行 因为 在其他地方的业务规模 就较少 中资银行 就没有那么大支 就是大波 高盛在全世界做投行的地方很大 中资银行就比较看得起他们 也收得便宜些 在内地的网络更加讲 可以找多些人来投资 中国人 如果想在中国以外 发行 或者投资股票和债券 在香港 应该用中资银行 是不需要西方银行家做看门狗的 到今年为止 有56间公司在港交所上市 今年是多了的 大陆特意安排很多 79% 没有请任何外资银行做保证人 以前一定找外资银行做保证人 因为这样才吸引到国际资本 你要遮他们的牌头 现在不需要 因为根本没有国际资本 根本全部是香港和大陆人头 2022年 在港设立地区总部的中企 30年来第一次超过美企 整体 我看着英资如何撤出香港 在80多年代 是将dominant地位 让给华智 这个就是在整体地产 这些生意市场 在金融地位 一直都是外资大行 dominant 现在他们让出这部分的地位 就给中资的银行 中国银行在香港 港股主导地位得到港股 到10月底 中国企业佔了香港股市的80% 对于香港股市不是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 你在香港股市买卖的 绝大部分不是香港股票 那些股票和香港无关 有八成都是大陆股票 10年前都是只有60% 现在去到80% 近年来香港大多数银行 正是做和中国有关的交易 都没有外国生意 又吸引不到我的投资者 现在那些企业 就想想 怎样可以用较低成本 籌集资金 那你无论如何 中资银行 中资投行 中信那些收的commission 是便宜一些的 而且他们找到大陆客人 前瑞士信泰 亚泰 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 香港已从一个泛亚投资银行中心 变成中国投资银行中心 本来是泛亚区的龙头 变成中国 香港市场实际上 只有一个中国市场 中国银行 又很喜欢参加一些涉及亲朋好友的投资者交易 怎么说呢 他们来香港上市 他们是围了所有票的 买他们股票的 全部是他们的亲朋好友 不需要你们就管 跨国银行通常不做的 你做了 你自己做了 那你赚了勇 没什么钱赚 而且 你全部围了票 可能带给我麻烦 你围了票可能把他炒得很高 然后扔下来 害我被证监查 因为这个限制了 你自己用亲朋好友来投资 限制了对投资方进行尽职调查 和监督交易 没办法确定 那些货有没有出街 没办法去监视他们的行为 包括高盛在内的华谊家银行 23年来 23年 退出几筆交易 都因为这样 全部都被围了 以前不会这样 以前一定是卖出街的 中国银行家 对于外国银行 一定要找独立投资者 很重要 而不只是做成就行了 你管我什么人买 这些叫道德潔癖 他不知道 外国投资是可以很麻烦的 十几二十年前 这些外国投行 在香港和中国 聘請了那些红二代 回去做 帮他们拉关系 结果被美国政府告到 底褲都没有了 是赔了很多钱 所以他们不能不小心 在道德上 不是像你们这样有钱赚的做 我们看看最新的 恒生指数 今天升回150点 是在等变 在等变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 最高是去到21,000点 最后那个月 现在跌回19,000多点 最高到23,000点 平均金额 2024年10月 是2,500多亿 其实从10月1日开始 10月就是生意多了 平均金额 头10个月只有1,200多亿 这个不足以支撑 作为一个 大的金融市场 1,200多亿是很少的 我们看恒生指数 最高的时候 在2021年的时候 见过31,000点 现在19,000多点 最低的时候 见过15,000点 什么情况之下 香港的股票会再大跌呢 就是这个 美国如果掉下头加息 这个就很严重 和人民币走弱 好了 2024年前三季 香港翻了一些新的 有45个新股集资 509亿 新股数量较 2023年前三季的44个增加了2% 融资总额 107% double 2024年头三季的IPO 第一的是哪个呢 纳斯达克 1,129亿 纽约交易所900多亿 印度600多亿 香港500亿 上海288亿 上海是跌下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自行委清了政监会主席之后 他查你的数 香港前十大的IPO 香港结果上了什么呢 大家看看 美的消费品市场 这个是电器 四川白茶 这是饮品 西雪飞机公司 工业市场 飞机公司 信息科技 速腾如期 这些全部是老千 老铺黄金 买金的 黑芝麻 较自动驾驶 其实是老千 一定失败 因为买不到晶片 晶态科技 医疗保险 米高集团 工业市场 上海 产通信息股份公司 信息 市场 全部是大陆公司 集资多少钱 集资 最多这家 美的 五十多亿 二十多亿 二十多年 十多亿 全世界最多的是上海股市 深圳 纳斯达克 紐約 印度 香港是跌了出去的,前三季度沒有香港份,今次前三季度香港回來了,完全是靠大陸, 為將股份搬來香港上市,然後大陸人買回來,大家看一下他們上市的股票, 除了消費品之外,牽涉到信息科技,醫療這些,是美國公司不可以投資的, 於是就變成一間純香港的銀行,我告訴大家,人民幣現在很害怕,人民幣是7.248, 是接近高點,這麼多年來,破了這個高點,我相信Donald Trump如果宣佈加關稅的話, 人民幣起碼都上到8,人民幣上到8,降股就會再跌,好嗎?這段講到這裡, 好了,羊腩煲又來了,尤其是對於體質虛弱,易感寒冷的人來說, 有顯著的暖胃驅寒效果,大廚系列的古法羊腩煲, 沒有味精,沒有添加劑,陽腩肥美,玉嫩而不腥, 古法烹調,自製秘汁,慢火熬製, 做出來,醬香味濃,還有馬蹄筍冬菇,可以加枝竹, 加白飯都不錯,解凍後,把食物由包裝袋倒進去, 器皿裡面,慢火加燃,煮滾就可以吃了,秋冬進寶, 吃暖粒粒的羊腩煲,磅碟琴門市,現在正燃賣, 900克,就是兩磅,198元,很好吃,三四個人吃, 吃一頓飯,加些菜下去,加些枝竹下去,是很好的一頓,